大家好,我是派克曾医生 前两天可能大家都看新闻了 原来均价12,000的冠状多卖支架需要降价了 国家的有关部门跟厂商谈判之后呢 冠状多卖的均价降到了700块钱左右 最便宜的厂家报价只要469块钱 很多朋友就问 为什么原来1万多现在只要几百块钱这么便宜 这样的冠卖支架会不会有质量问题还敢用吗 那么今天曾医生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大家可以放心,冠状多卖的支架 生产成本的话实际上只需要几百块钱 所以厂家呢是完全可以保证质量可以用的啊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个有朋友会问 为什么原来这么贵呢 实际上呢,冠状多卖的生产成本很便宜 只要几百块钱 但是研发的成本是比较贵的 首先他要发明这个支架 然后的话呢要在人类身上 证明他是安全有效果的 那么整个研发的过程呢 需要大量的精力物力和财力 所以生产出来之后 他的成本不仅仅是这个支架的生产成本 他还包括他之前研发的成本 包括他的知识产权等等 所以呢综合起来 他的价格呢就会比较贵了 那么第三点 为什么最近又突然开始降价了呢 就是因为国家发现 冠状多卖支架现在卖的太贵了 所以呢国家的有关部门 就跟这些企业谈判 你卖的这么贵 你必须给我降价 不然的话你就进不到医院来 那么你就要在中国被淘汰了 所以呢就逼迫这些企业 不得不降价 那么受益的呢就是老百姓了 那么第四点 还有朋友问 原来冠状多卖支架这么便宜 医院居然卖这么贵 那么医院肯定是赚钱了 这个呢是大错特错的 实际上呢 医院是没有定价权的 也就是说这个支架卖多少钱 不是医院定价的 是国家的有关部门 去跟企业谈 去跟企业协商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的 所以定价权不在医院 这个东西进到医院是多少钱 我们卖给患者 就是多少钱 中间呢是没有差价的 因为耗材的加成已经全面的取消了 所以不存在医院赚黑心钱的说法 实际上不仅仅是器械和耗材 很多药品呢也是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 刚刚出来的一些抗肿瘤的新药 特别特别的贵 一瓶可能上万块钱 按中量来算的话 卖的比黄金还贵 但是实际上这个药品的生产成本 可能非常非常便宜 可能只要几百块钱 几十块钱 它就可以造出来 但是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呢 主要是药品的研发成本 非常非常高 所以卖的药品的价格里面 不仅仅是它的生产的成本价格 还包括了药品研发的成本 所以新药刚出来的时候 定价是很高的 而且说一句 可能大家不太想听到的话 药企啊 它肯定是要赚钱的 你一定要让这些制药企业赚钱 为什么呢 如果他们不赚钱 他们哪来的成本去开发新药 哪来的动力去研究新药了 如果他们不赚钱 那么这个制药行业就停滞了 以后大家呢 就没有新药可以用了 而且的话呢 新药刚研究出来之后呢 它有一个专利保护器 在这个专利保护器之内呢 我们国家是不可以仿制这些药物的 那么等专利保护器过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很多药呢 就开始降价了 因为其他的制药公司 其他的企业 它就可以仿制这些药物了 所以你会发现市场上 同一种药物卖的价格呢 可能相差很多 同一种药物 有的厂家呢 只卖几块钱一瓶 有的厂家呢 卖到几百块钱一瓶 这个呢就是 原研药物和仿制药物的差别 因为仿制药品的厂家 它没有参与研发 没有研发的成本 所以呢 它只需要生产 它只有生产的成本 所以这个药品的价格呢 就会很快的降下来 那么既然讲到这里了 再跟大家透露一点点内幕 很多人觉得看病贵 做手术贵呢 实际上手术费一点都不贵 在医院里面 人工税最便宜的 那么贵呢 就贵在医疗耗产和器械上面了 比如说我们普外科 你得了胃肠道肿瘤 要把胃和肠切掉一部分 然后再给它接起来 那么在这个手术当中 用到的器械呢 就是比较贵的 比如说切除肠碗的 切割闭合器 然后的话呢 把肠碗接起来的吻合器 书中指血用的超声刀等等 这些东西呢 是很贵的 一个吻合器要几千块钱 一个腔筋下的切割闭合器 也要几千块钱 但是手术费 却非常非常的便宜 做一个栏尾切除手术 单纯手术费 只有五百多块钱 做一个善气修补的手术 手术费也一样 只有五百多块钱 做一个胃癌 肠碍的根治术 手术费用呢 也只有两千多块钱 所以呢 医生的价值 知识的价值 技术能力的价值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而这些器械 耗材 以及检查费用呢 是比较贵的 那么国家呢 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所有的耗材呢 都会降价的 那么的话呢 也应该适度的提高 医生的手术费用 让医生的价值 能够真正的得到体现 让所有的老百姓 都能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这样的知识 关注啊 关注派克森医生 每天进步一点点